任何時候都更加廣泛 更加充分的人權 人民有義務相依 不斷去的心情 更好有世界前面的人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 其中體現了我們黨 全部政治主張 和實踐活動的初心和追求 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廣泛 更加充分的人權 增進相互了解和理解 人權理由不同思想觀念的鬥爭 說到底是制度模式和價值理念的交锋 加強溝通交流 是消除隔阂 要保持開放姿態 積極參與聯合國的人權事務 通過發展 人權意識不斷提升 它所形成 形式多樣的作為培訓推動 不斷滿足 這就是要求 我們要牢牢把握 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堅定維護多邊主義 標誌著人權由地域性的概念 轉變為全球性的概念 做了發言 我們要以習近平新手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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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